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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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出其中的一栋 给附近的村民作为安置楼 再拿出两个亿的资金 我给你们欧视集团 整个项目百分之四十的股权 项目的运作 由我这边来负责 毕竟我们集团 做酒店这一块很有经验 你也知道 当然 项目的监理 可以给你们欧视集团 你觉得怎么样 一栋楼加两亿资金 才百分之四十的股权 你是不是为鬼鬼点太大了 大嘛 一点都不大好吗 我这么跟你说吧 酒店住宅和普通住宅 是两种概念 普通住宅属于一次性投资 而酒店项目 需要大量的资金 来做后期的维护 比方说人员的管理 设备的维护 这些都需要算在 折旧成本里面的 而这些对于你来说 只是一次性投资 剩下你都不用再管 这笔买卖 对于你和欧视来说 非常合算 还有 你们的这个楼盘 据我所知 应该靠南联市比较近一点 我是按南联市 均价一万的价格 来给你算的楼价 而这个价格 已经比当地的售楼价 高出了百分之十 你说合不合理 好吧 这件事我会转达给我爸的 但是你得给我一份 非常完备的项目方案啊 没问题 明天我就要有人 专门给你送过去 好吗 那就是谈完了 谈完了 冲走去 等会儿 要不要上去练练 你啊 我怎么办 手行不行啊 怎么不行 小看我 走起 走 走 美雅 那你跟欧阳的事打算什么时候公布啊 这问题我还没想过呢 走一步算一步吧 想想我都替你揪心 你不知道 欧伯伯这个人可固执了 好 喂 薇薇 你跟欧阳 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对吧 对啊 那他究竟谈过多少个女朋友啊 还有 网上那些关于他的乱七八糟的情史 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咱俩现在当着美雅和妙聊这些事 不是不太好啊 怎么会 我就是想让他听见 让他清醒清醒 不要一时抽动 没关系 你们说吧 我都知道的 好吧 关于欧阳的情史 你们算是问对人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之前网上传播的那些小道消息 什么大摩 网红 小明星之类的 全部都是假的 因为那些是我传播出去的 你传播出去的 薇薇 你这样做实在太过分了吧 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做 会对欧阳的名誉 造成多坏的影响啊 我那时候小嘛 哪会考虑这些后果呀 我就一门心思地想着 把他的情史弄得千疮板口 乱七八糟的 这样就不会有人跟我抢欧阳了 欧阳就是我一个人的了 那你这样诋毁他 他就无动于衷 怎么可能 他来找过我 我以为他是来找我算账的 结果你还怎么着 他让我继续在网上 传播这些消息 欧阳他疯了吧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你还不想像他姐姐那样 被家长安排一段婚姻 他就想着 把自己的情史弄得乱七八糟的 你想啊 像我们这样的家庭 谁还会愿意把女儿 嫁给像他这么乱七八糟的男人啊 对吧 思雨 也是 听你这么一说 我还真觉得欧阳挺可怜的 欧阳确实是挺可怜的 他的父母关系一直不好 曾经很爱他的姐姐 又突然不理他了 他不像我家庭那么幸福 他回到家里都是很冷清的 他妈妈一直酗酒 爸爸又整天冷冰冰的 可能不知道 他连生日都是跟家里 帮庸的阿姨一起过的 所以 曾经的我一度幼稚地以为 欧阳会把他那儿最火热最纯真的那颗心留给我 可是这证明我根本搞不定他 唯一能办到的人现在在这里 真的 欧阳 我从来没有见他像现在这样过 我知道了 他也不知道给了你多少好处 你每天替他说这么多 你真不用带户居啊 说好了 活动活动的 那小子不会下死手的 忘了告诉你啊 这次泰国战 我可是第三轮第三回合 将给击败的 这应该算是目前俱乐部 最好的成绩了吧 是吗 好啊 那今天就让我看看 你小子到底有长进了 来 你小子 行啊 力道还可以的 要不然我省点劲 别伤着你 不够来正格了啊 别控制 来 怎么样 是不是招架不住了 力头可以啊 走来 算了 我少用点力和你活动了 对了 告诉你好像是 我跟梅亚已经确定关系了 你不恭喜我一下 什么时候的事了 回国当天 恭喜你 恭喜 你还真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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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开的啊 我跟梅亚已经确定关系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回国当天 你疯了你手会断的 啊 也许是偶然 心跳有些慌安 怎么会开始 期待你出现 装作不在意 头看你一遍 我藏起了 对你的眼 你神经病啊你啊 不是说好活动活动吗 忽然间发现 心悲一天满 没事吧你啊 小心的是他 寻找着答案 你给我没事吧 再来 还来 来什么来不来了 再来 我觉得我还是考虑得不太周到 思雨 你是不是不喜欢吃海鲜啊 我看你都不怎么动筷子 没有 我饭量小 所以吃得少 但是菜真的很好吃 好吧 喂 喂 喂 虽然我跟你哥基础的不深 认识的时间不长 但是我觉得你哥真的是一个 特别特别特别好的人 对吧 我也觉得我哥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好最好的男人了 可惜了 像我哥这么好的男人 到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真是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好女孩 都去哪了 在这儿 你神经啊 有我什么事 你知我干吗 思雨 你这个想法真的是太完美了 我怎么没想到啊 美娅 你干脆去嫁给我哥算了 我们家特别开明 爷爷老了 耳朵还不好使 我爸妈天天各种出去玩 什么事都不管 家里以及公司上上下下的事 都是我哥在打理 他说的算呀 你要是嫁到我们家 就是你说的算了 最最最最重要的是 你有我这么一个优秀的小姑子 咱俩以后就能天天 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 李薇薇 你是不是对欧阳还有想法 我告诉你 欧阳是我的 你赶紧把她给忘了 快点把你心里 那个小恶魔 给我扼杀在摇篮当中 我发誓 我是一心一意 在替你着想好吗 吃饭 我觉得薇薇说得有道理 李东哥方面都比欧阳还优秀 美娅 你小黎叔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我能看出来 他对你真的很好 还有什么可考虑的 停 你们俩这是怎么了 从现在起 你们俩谁都不可以再提 小黎叔的名字 这要让欧阳听见了 他又该吃醋了 什么 欧阳还不会吃醋呢 你以为呢 他吃醋的什么样 我从来没见过 可精彩了 要不然我下次给你录下来 好好好 为了欧阳回师傅 咱们干一个吧 干杯 这下福了吧 你今天什么情况啊 不是说话活动活动的吗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葳葳葳 你点的也有点太多了 我快要撑死了 我真的吃不下了 我一会儿打包好不好 太浪费了 好啊 姐姐的美少女 谢谢 谢谢 我想上厕所 你陪我去吧 好 思雨你去吗 我不去了 好吧 那我们走啦 对了没呀 嗯 你和欧阳的事 打算什么时候公布啊 这问题我还没想过呢 走一步算一步吧 我告诉你 欧阳是我的 你赶紧把它给忘了 你们俩谁都不可以再提 小黎叔的名字 这要让欧阳听见了 他又该吃醋了 欧阳会吃醋啊 你以为呢 怎么回 小小手 坐下 你不上厕所了 上什么厕所呀 等我换一下 不理你啊 我换一下啊 怎么了 我告诉你 徐思雨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他喜欢欧阳 不可能 你别瞎说了 在这个世界上 谁喜欢欧阳 谁不喜欢欧阳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 你懂他 我当然懂 你懂就好 薇薇 你一定是误会思雨了 思雨她是为了我好 她害怕我再一次受到伤害 所以她每一次一提到欧阳的时候 就会表现得过于敏感 你是不是傻呀 你不会观察的吗 我刚才看的可是一清二楚 我还故意说一些话 想看她的反应 结果她的每一个反应 都符合喜欢欧阳这个选项 而且我看得出来 她陷得很深 你说 徐思雨反对你和欧阳在一起 是怕你受到伤害 可是我刚才都已经告诉她了 我说欧阳的那些情史 全部都是我胡编乱造的 可是她还是死结白咧的 要把你和我哥 往一块儿凑合 为什么呀 薇薇你跟我说实话 那欧阳的那些情史 到底是不是你胡编乱造的 当然是我胡编乱造的呀 那就好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徐思雨突然休学回国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她抵挡不住 对欧阳的思念 她一门心思地想要回来 追求欧阳 还有 你说欧阳给你们俩买了 一模一样的项链 你傻了吧唧地把它 当姐妹链戴 你见她戴过吗 她为什么不戴呀 就是因为你们俩的项链 一模一样 而且都是欧阳买的 所以她不想戴 不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薇薇 真的不可能 你一定是误会思雨了 你多想了 林美雅 你实在是太单纯了 我知道徐思雨是你的好朋友 可是爱情这个东西 实在是太强大了 再坚固的友情 有时候都抵不过她的 是吧 你要实在不行 那就当我没说 但是你一定要留个心眼 千万别傻了吧唧的 听明白了吗 好了 薇薇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我好像真有点想上厕所了 你去吧 有些事情是等不了的 一旦错过了 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所以 我要趁我现在能抓住的时候 把她抓住 薇薇 你是不是跟欧阳八字不合呀 就是交往 正是谈恋爱 你怎么了 薇薇 我劝你还是早点辞职吧 从欧阳身边离开 别越陷越深 你已经从陈哲那儿 受过一次伤害了 你应该长点经验和教训了 不可能 智洪啊 智洪啊 智洪 我把宵夜给你烧过来了 我把宵夜离开来 在一起 你还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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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宵夜离开 你还知道 二条 别动 糊了 点炮 怎么又点你呢 对不住了 红姐 来 给钱给钱给钱 给四百啊 看好了 洗牌 洗牌 这打牌是看电话呀 当然是打牌了 看好了 关机 洗牌 来来来 来来来 你不恭喜我一下 什么时候的事了 回过当天 你疯了 你手会断哪 来来来来 没事吧你啊 不过这个女孩是个孤儿 是被林叔领养的 他们爷俩在这条街上 经营这家店十几家吧 风风雨雨不容易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女孩长得特别地清纯 特别地好看 大哥 你什么眼光啊 我什么眼光 你刚才不也盯在那边 看了好半天吗 我跟你说啊 你可不许打人公娘主意啊 谁都可以 她不行 人家是个好姑娘 跟你玩不起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我可告诉你啊 她现在是我的女人 你可不能打他主意啊 有病吧 缺心眼吧你 你是我兄弟 呀 蜜雅 我觉得 你还是不要跟那个黎薇薇走得太近 她以前怎么对你的 你不会全都忘了吧 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 就让他过去吧 其实黎薇薇这个人 还是很性情嘛 他现在弄这么大的变化 从心里我还是很开心的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故意的 他现在表面上跟你打成一片 没准背地搅和你跟欧阳的关系呢 我觉得你还是小心一点 好了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对了 思雨 这个姐妹链你戴着没有 没有啊 你为什么不戴 你想啊 你跟欧阳已经在一起了 他送给你的 我怎么好跟你戴一样的嘛 没关系的 虽然这个项链是欧阳送的 但是这是我们俩的姐妹链 管他谁送的呢 那好 那我回去就戴上 我去洗澡了 你从这身边 我给你洗澡了 我来洗澡了 我昨天晚上 Rubens 你带着了 我太大了 我把原因外的 我给你们俩人来 都在吃了 你带着了 你把我家人家的 还有你自己烈 那你都在吃了 买了一模一样的项链 你傻了吧唧地 把它当紧帘链带 你见他带过吗 他为什么不带呀 就是因为你们俩的项链 一模一样 而且都是欧阳买的 所以他不想带 是懂你可以寻意 是因为你怕见我的时候 我会逃避 也许我没有 是有你的 唯 梅雅 你睡了吗 没呢 你干吗呢 我现在想见你 我在你们家门口 那你等我 我现在就出来 大晚上的 你怎么跑来了 那呀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你问 老师 有一个比我还优秀的男人 他既成熟 又善解人意 最重要的 是他非常爱你 在你身后 为你磨磨地付出 你会怎么选择 你大晚上的跑过来 就是要问我 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啊 你不要回答我 你会怎么选择 我心里没有多余的地方 去做多余的选择 我明白了 那 如果有一个 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女孩 比我漂亮 比我富有 比我高贵 最重要的是 她一直默默地爱着你 我能为你做的 她都能为你做 你会怎么选择 你说的不会是黎薇薇吧 她除了比你富有 其他的你可一样都不差 我只是打一个比方 你会怎么选 大人选你 你们要我爱你 孟晚 和你一样都不错 你居然要想赢了 你爱你 我是 你还喜欢你 优优独播剧外 我也是 你会怎么走 我只是这张 你 你们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你们这么做的是犯法的呀 跟你有关系吗 你认识这家人吗 我不认识 不认识 滚 走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致啊 大致啊 你把门打开 我是林志国啊 大致啊 大致啊 还有还有 levves 大致啊 smoked elenoho 大致 Μ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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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您看这房间 比之前那个小坡屋强多了吧 特别的好 若楠呢 她刚刚出去了 子洁 快坐 子洁啊 这些年 要不是您一直陪着若楠 帮衬着我们 我们俩不知道过得得有多艰苦 包括这次来泰国 您说您每天起早趟黑地去工作 来贴补我们 阿姨心里多气势呢 阿姨 您瞧您说的这话 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 阿姨心里知道 其实呀 你一直喜欢若楠 阿姨您都看出来了呀 那我也就不藏着了 只是若楠她 她好像只把我当兄弟一样 我这心里头啊 还真挺难受的 阿姨认可你的 你不要灰心啊 若楠什么性格 阿姨知道 她刀自嘴斗出心的 回头呀 我好好跟她聊聊 帮你们说说 阿姨您说真子呀 那我跟若楠这事 可就全靠您了 安心里 可欣妇喝点水 我不喝 我给您洗水果 给 阿姨 他说我 你很不错 我见到这事 你很不错 我还准备着 autre一 我 你不别把她 陆岛那边的拆迁和安置工作 进行得怎么样 李总 之前已经跟您说过了 咱们的资金周转比较紧张 而且还有个别村民 对于拆迁安置工作很不配合 所以我想咱们还是再拖它吧 绝不能再拖了 我会从集团额外调取一笔资金 给那些已经履行合同的村民 作为额外奖励 可是没有可使 我就是想要一些人知道 契约社会必须要有契约精神 既然我们已经签订了拆迁补偿方案 那我们双方都要严格地 按照合同条款来执行 这个无可厚非 如果我们一旦向那些拒不履行 合同的人低了头 那对那些已经履行拆迁条款的村民 将是极大的不公平 所以我要让这些人知道 在当今社会 只有尊重合同的人 才会获得更多的利益和尊重 不管欧氏那边到底跟不跟我们合作 我们都绝对不会停下属于我们自己的脚步 把一切不可能去变为可能 继续努力 好 那李总我先回去了 喂 您好 您好哪位 您好 我是杜若楠 你记得我吗 泰国的杜若楠 记得 杜小姐对吧 您好 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没什么事 我给你打电话 是想谢谢你 杜小姐你真的不用这么客气 你还特地打个电话来表示感谢 这让我很不好意思了 在泰国的时候 你救了欧阳还有薇薇还有美娅的命 这个对我们一家来说都是极大的恩惠了 应该是我感谢你才对 没什么好谢的 我也没做什么 杜小姐 不知道上次 我给你的那笔钱你现在还够不够用 如果你觉得不够用的话 我今天还可以给你再打一点过来 李东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也没有这个意思 我打电话给你 就是真的是很想感谢你 你借给我的钱 我除了还完高利贷还有一些富裕 我妈现在住房的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 而且治病也更系统了 这些多亏你 那太好了 如果美娅知道这个消息 她的心里一定会踏实更多的 这些钱是我管你借的 不是要的 回国以后 我一定会尽快把钱还给你 杜小姐 这笔钱 是我真心实意用来感谢你的 所以真的不用还 好吗 就这么定了 打扰了 喂 喂 你好 喂 你好 林小姐 我们人事部一会儿会有人 把您的入职手续给您送过去 请您签一下 我之前不是已经办理过了吗 之前是试用期的合同 现在做的是集团正式员工的入职手续 欧总今天特意交代我们的 好 我知道了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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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不同意我姐跟陈哲的事吗 为什么还升她为销售部部长 我这人啊 一向是公司分明 销售部部长 是她应得的 这次你被绑架 她也是出了力的 用功行赏 也该轮到她了 爸 这个陈哲两年来 靠着我姐生得这么快 现在全公司都在议论这件事了 前段时间刚升为副部长 这么短的时间又成为部长 最重要的是 她在公司也没做出什么突出的成绩 恐怕到手难以服众 要的就是这个难以服众 你也愿意 你也愿意地带在哪个城 那个路 哪个房 那个灯 那扇窗 一趟 你也愿意地带在哪里 你也愿意地带在哪里 鼓掌著嘴巴裡你像個機器 你的世界我的日子 好像沒有誰對誰發過脾氣 過得太快來不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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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你說我們要不要在一起 柔情的日子裡生活的不費力氣 傻傻看你 只有和你在一起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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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你說我們要不要在一起 柔情的日子裡生活的不費力氣 傻傻看 只要和你在一起 不想現在 只能遙遠地 長著你 啊 啊 啊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